Hello,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频道的新的栏目叫做,我叫它温故知心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这个频道已经陆陆续续有讲了一百多题了 那这些题目都是相对来说就是在面试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些高频题 那可能有一些题目我当时讲的时候没有讲到它的follow up 或者是讲完之后我发现有更好的解法或者是更优的思路 那我想通过这个栏目呢就是去回顾一些我已经讲过的题目 然后去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解题的思路或者是一些我的新的想法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呢我们先从这个FB的这个最高频的题目入手 是这个LECO第301题叫做Remove Invalued Perthens 然后一个很难度的题目 那具体这个题目它的提议包括它在近半年内考察的公司 以及它涉及的这个相关topic呢 大家都可以去点我信息栏里面放的那个原题的链接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那个解法那也就是我现在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解法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稍微用几分钟的时间去讲一个这边就是更好理解的一个处理方式 主要是讲这个help function就是这个DFS里面这个这个function里面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优化 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看到说就是它这个DFS整个思路呢是不变的对吧 只不过说我们在具体去删除括号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就是我每次都只考虑用括号这个东西嘛 那么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做这个for loop的话是根据它这个index从0到它这个整个string的长度为止是做了整一个的for loop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count呢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去做一个加或者做一个减的处理 然后呢我们这边今天想说把这个思路稍微转化一些 我不用这个for loop我用well loop来做 大家想一下我应该去怎么实现呢 我先把看一下先把这一部分我先comment掉 用well loop来做呢我先有一个初始化的0 然后呢我这边因为是well嘛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同样也是用这个0到这个s的长度的string的长度为止 但是呢我同时我想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保证它这个count它是大于等于0的 也就是说没有右括号需要删除 就是保证这个啊这个指针就是这个index没有走走到最右边 并且右边没有多余的括号我要保证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还没有做到最右边且用括号务必做括号多 好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再去做这个count++和减减的工作 所以我这样就保证了不会出现在这个wall loop里面不会出现这两个情况对吧 我这边是 pattern pattern 这应该是等一下看一下pattern不是patterns对左后号右后号的情况好 然后呢有一个i++不断的向右边去移动之后这个地方呢就是 它出来不是有两种情况就是你出来这个wall loop其中两种情况要不然就是i走到头了要不然就是你这个count是小于0的对吧 那我就具体再分两种情况去讨论就好了 一种情况就是count小于0 我就ifcount小于0 也就是这个情况下是需要去除用括号的 好呃那是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就是要去除用括号的 好呃那是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就是要去除用括号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follow边干的事情对 然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把它搬过来就好了 ok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处理了这个count小于0 用括号比较多的情况 那么我们这里直接就是你去判断一下它这个是用括号的时候并且它前面那个不是用括号 然后就保证它没有去除一个效果相同的用括号 直接就是做一个if的判断在这个count小于0的情况下 你去再去做这一段删除用括号的操作的话 就是它诊断代码看起来就会更清晰一些 就没有多余的东西需要去处理 那么那如果说它这个当然就是count小于0是一种情况 还有这个情况就是count是大于0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退出这个wall loop是因为i已经走到头了 那i已经走到头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翻转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段代码去掉 直接可以在这边加上else 然后呢把这一段代码加过去 好然后呢我们发现说这样就是它这个i走到头的情况 好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我们先跑一下这有没有问题吧 看一下细节地方有没有出错 提交一下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题目跑过了 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的时间复杂度或者空间复杂度都没有变 只不过我在这个地方呢只是把它做了一个for loop 变成while loop这么一个处理 主要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for loop的话 那个方法会有一个你在去除括号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return的那个写法 但是return的那个步骤呢 其实我当时不是特别理解 它应该是要return回上一层或者怎么样 然后再去进行下一个去除的这么一个操作 但是对我来说呢 这个做法就会更加清晰明了一点 因为你这个while loop里面直接限定说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那么一旦说你出了这个while loop之后呢 那你就有两种情况可能会出这while loop 要不然就是I走到头 要不然就是你右口号多了 那么你就分两种情况做一个if else的这个分类讨论的判断就好了 那好那今天这道题目呢就是这种解法 我不知道大家更倾向于之前的还是今天这个新的这种解法 那对就是大家就是看看自己写哪一种方法 就顺手或者有更好的一种解法都可以在下面分享 我也会把对我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之前那道题的信息栏里面 然后大家如果想对比着看的话 就是可以对两个视频多看一看 嗯好那今天先讲到这边 那祝大家晚安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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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